當慈禧太后遇上維多利亞女王 當秦大百姓要公審秦始皇 歷史原來是可以這樣解讀 全港四十對中學師生參與製作 歷史文化學堂, 主持百耀餐 歷史有多真, 在中國歷史上不斷有改朝換代 幾番的政權更替, 失敗那些往往都是荒淫無盜 要天誅地滅的, 成功那些似乎是替天行道 是仁義之詩, 還是原來只是一場奪權的殺人遊戲? 所以歷史有多真是一個永遠的迷 沒有人能夠確確實實知道 除非我們能夠回到過去 以未來人的身份向當事人了解一下 當然現實是不可能的 但透過戲劇, 每樣東西都可以 所以今晚這個歷史文化學堂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的老師同學 就帶大家回到過去穿越時空 來看看當年的機槍機法 所謂周文王、周武王是怎樣起兵的 好, 他們的歷史劇就是 穿越時空之奪權 飾演現代人的, 是有 寧啟謙飾演的姜老師、 陳曉霖飾演的 朱文文、 王寶霞飾演的 陳勇、 洪惠宜飾演的 田山山 至於過去的歷史角色 有姜子牙和仙人是寧啟謙飾演的 坦紀、 盧思恩飾演、 姜昌、 陳兆謙同學 姜法和將軍、謝瑞浩同學 就王來文官就是林家俊同學 而指導老師就是陳嘉儀老師 坐了半個鐘車, 總算到了歷史博物館 好, 安靜跑隊, 準備進去吧 雙朝竟然有時光機 你別這麼無聊 不是, 真的像, 摸摸, 不要 不要啊 咦, 這裡的人個個都穿著古裝 影成來的 但是, 又不見有鏡頭 大家冷靜一點 看來我們真的穿越了時空 首先, 第一步應該先搞清楚 現在是什麼朝代 咦, 前面有位阿哥走過來 問一下他 這位阿哥, 請問現在是什麼年代 現在當然是雙朝 那, 皇帝是誰 皇帝? 誰 只知道就王權衛第一 比干是他的副手 講起雙朝的統治 人人安居樂業, 天下太平 咦, 雙就統治之下 竟然國泰民安 糟了, 糟了, 我們為什麼會回到雙朝 冷靜一點 雙朝時期 即是大約一千零四十年左右 他們應該都不會找到 回現代的方法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 找一個安身的地方 咦, 又有個人走過來 但是看他的衣著 都不像普通人 咦, 幾位身穿其妝, 可視重 不用想了, 我們不是什麼愛族人 是由未來來的人 未來來的人? 豈不是天上神人? 請受小人一拜 願得幾位相助, 共成大使 不必多禮, 不必多禮 只不過, 所謂大使, 是指什麼事? 願請幾位同回韓社 坐下長壇 嘩, 這麼大都叫韓社? 其實, 吳乃西伯喉, 基昌 因對地方治理成效不理想 想向幾位神人請教治理之道 慢著, 慢著, 西伯喉, 基昌 不是就是反雙建州的基昌? 你不是應該想滅了宙王嗎? 為什麼剛才那個人 會對雙朝的統治這麼推崇? 完全沒有人對周皇人覺得不滿 奇了, 歷史跟我在中史堂學的 都不同了, 這次慘了 為了不用將來回到現代 我們要重新背過那些中史 我們一定要幫脫了鬼的中史回歸正常 好…我是他們的中史老師 讓我和你上一堂中史堂, 基昌 在我們所知的中國歷史上 周皇殘暴無盜 周文王基昌起兵反之 最後雙被周取而代之 胡說, 胡說 父親密聽那其中二人之棄言 謀反乃死罪 你是基昌的兒子, 莫非是基法? 那問有何指教? 你將來就是周武王 正式為雙朝畫上句號的就是你, 基法 誰知道今天竟然會說謀反是死罪 勸自己父親不要謀反? 好…一句說完 你們想不想打下這個大好河山? 有我們在, 機會就在你們眼前 不要重奪王拳, 命誰千古? 好 竟然誤打誤撞回古代 還要即時遇到個準皇帝 今天真是多事 幸好遇到基昌 不是, 到現在 連夜晚都不知道睡邊 那也有道理 對了, 老師 為什麼我們要幫基昌? 小姐, 歷史錯了就任由她 我們為什麼要找事做? 珊珊, 你就不明白了 你知不知道歷史錯了會有什麼效果? 影響很大 好, 時候不早了 我們早點睡吧 各位, 我昨晚睡覺的時候已經想過了 周皇現在把雙朝統治得這麼好 人心歸向 但憑我們幾個的能力 始終很難幫到基昌推翻雙朝的步 所以呢? 所以, 我決定以我的美貌去迷惑周皇 你一招美人計 你…你美貌? 有什麼好笑? 好, 不要再笑阿文 我決定了 用我的美式去迷惑她 令她混混混混混混混 這樣周皇的實力就會大降 而基昌在你們的幫助之下 實力就會不斷上升 此消彼獎, 歷史就會重回正軌 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段 阿文, 你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沒什麼意見 只不過, 如果這樣 你以後就要獨自行動 你真的沒問題 放心吧, 老師 我都不小了 始終都要學一下獨立 為何不見老師, 還有阿文? 他說出去逛逛, 試測一下文情 哦, 如此吳亦不可落後 再次去巡視一下 哦, 對了 你有一個地方絕對是不可不去的 河地呢? 為水 這裏有什麼可蠢? 只剩下一個老伯垂吊 哦, 我明白 阿勇, 你想做什麼? 不要看他是一位老伯 以為寧欺伯爺公, 莫欺少年童 他對你的重要性 隨時比我們幾個有未來知識的人更重要 你快點過去跟人家打聲師傅 我先去巡視一下 這位伯伯 普通漁人所用的巡視都是曲的 那為何你的巡視是直的呢? 不知直巡, 願者上吊 願者來, 不願者去 難道是指我? 我們開了姜老師他們 都有一段時間了 早一個禮拜就去完潮哥 剛好皇宮就在招募宮女 那我就趁著這個機會 即時改個化名 坦紀, 就去應徵了 不知是不是真的好像我說那樣 我真的在古人眼中是美貌無雙 往後竟然一路平暴清雲 沒多久就得到在奏皇面前出現的機會了 你 大皇, 何時? 那宮女聲心命碎 如此美貌, 為何寡人從未見過? 此女命為坦己 一個月前招募宮女士入宮 知力尚淺 噢, 著其表演後獨志更堅 遵命 任你這個奏皇 將雙朝治理得多好 骨子女始終都是這麼好色 唉, 你死定了 看我這個未來人如何發揮忠史知識 迷到你明君都變分君 大皇 何時? 悶死人了 寡人伴你到花園遊覽 花園有何好友? 除非… 有一高台可登 可以俯瞰整個圓景 那就開心了 好, 寡人命人馬上見一高台 那個台有四丈九尺那麼高的 命為六台 大皇 剛剛收到探子回報 就皇發兵五千 東征懷疑 現在是我們消滅他的好機會 總算等到了 想不到就皇竟然會等不及 自暴其短 大皇, 我們馬上發兵吧 今天慶功宴, 眾興不可客氣, 務求盡興 除此之外, 還需要祝賀民君, 功聖圓滿 一朝美人計, 妙絕千古 好, 阿勇, 阿珊, 姜老師呢 姜老師, 甚麼姜老師 對呀, 姜老師去了哪裡 安靜… 幾位除暮到花園, 不再詳細解釋 其實我就是你們的姜老師 那天我出去巡查 中途遇見一位先人 他說要我假扮薑紙牙 幫助機槍父子, 滅傷納州 我原本心想他都傻的 無緣無故要我扮薑紙牙 但是忽然又想起張良的故事 而且, 他又說完成之後 會給我一個月望作回報 我就打算利用這個月望幫我們回現代 所以就變成了後來的薑紙牙 至於你們一直忘記了我 而且一見到我, 都不認得我 都是因為先人的法術 他說會用法術幫我掩飾一塵 我後來一照河水 見到除了頭髮白了, 生了一把尾鹽之外 甚麼都沒有變過 還擔心會不會讓你們認出 但是不用多久 就證明了先人真的有法力 看來我們這次回現代有希望 雖然現在搞定了 但是先人做不出來 我們都沒有許願 不怕, 先人有教過我 完成之後怎樣找他 先人, 你命令的事已經辦妥了 就是這樣, 兩天之後 姜老師, 陳勇, 朱文文和田先生 就在一位先人的幫助之下 回來現代了 好, 就來到我們的討論環節 穿越時空之奪權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的同學 你們真是別出心才 竟然想到這樣的橋段 就是透過時光機 回到當年的商朝 來瞭解商朝的人 和時法國 和你們所讀的歷史很不同 好了, 參加這部分的討論 就是有兩位新的同學 你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來自中四級的鄧永聰 我是來自中四級的陳家俊 好, 陳同學、鄧同學 其他同學都一樣 可以大家聊聊天 為何你會想到這樣 就是你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當這一班同學 回到商朝之後 發覺和他們所讀的歷史很不同 他們很害怕 糟了糟了 將來怎樣考試 又或者讀過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用 為何會想到這樣的一條橋出來 其實之前我們學的中史 其實根本是課本框架框著的知識 但是我們發現 究竟歷史以前的是不是真的 我們就覺得 可能其實一向都是後人記載的事 未必一定是真的 如果回到歷史就可以了解到 其實過去是否真的發生過這件事 歷史是真的 只不過歷史的記載是否真的呢 聽不聽得到那個分別呢 歷史本來就是如此 本來就是這樣發生 但是經過人的記載之後 會不會走了樣子呢 會不會變了色呢 於是 好了 你們說你讀書的教科書 也不單止教科書 一直以來的歷史的典籍好 什麼的記載都好 都說這個商朝的末年 尤其是在咒王統治之下 就民怨載道民不聊生 怎知道你們幾位同學 一個時光機回去 一看一看到那個路人告訴你 不是吧 國泰民安 不知道多安樂 那哪又是真的 我們回到過去呢 就當然是 上自己眼前見到的東西 可能當時有些學者 記載下來的事情 可能就經過很多次的轉載 那就改變了事實 導致我們現在所看的事實又不同了 即是說轉載轉載之下 所謂一傳三、十傳八 在中間過程中有些失真 但會不會失真成這樣 簡直是一個南緣北徹 是非顛倒這樣 不如這樣吧 我們再看看 歷史上那些昏君 尤其是上古的時候 夏傑、雙袖、周幽王 他們都在歷史記載有一個共同點 有些什麼共同點 方任無盜 方任無盜 都是迷於女色 迷於哪幾個女色 記得嗎 夏傑就是迷於梅喜 雙袖呢 坦記 然後周幽王呢 布齒 都是迷於女色 而亡於女色 都是方任無盜 而且歷史記載 還有一個詞語 一樣用法的 酒池玉林 為什麼會如出一切 為什麼好像賭武一樣 歷史的真像 是不是真的如歷史的記載是這樣 其實都不一定 在做這個劇本的時候 都有試過搜查一些資料 發現原來有學者研究相末的時候 就發現 越是接近雙朝的記載 對於雙袖王的批評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 但是當歷史一路推演的時候 去到越後來 人們對於相就的批評就越來越險惡 甚至有《封神榜》這一類的小說 就更加令到奏王的聲明是一落千丈 《封神榜》是什麼時候的著作? 明朝 還有剛才你故事裡面說到 這個姜子牙 即是釣魚就是用直勾 然後願者上釣 這個什麼時候的記載 知不知道 姜子牙真有其人 史記有記載 這個人真的是輔助周文王、周武王成就大業 但是沒有說到用直勾釣魚 即使當年的女士春秋 有說到這個姜相在餵水釣魚 然後文王遇到他 邀請他打天下 但是也沒有說到用直勾釣魚 願者上釣 用直勾釣魚 願者上釣 知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 會不會都是在《封神榜》的記載呢? 白老師 稍為前一點點 剛才說《封神榜》是明朝的 這個出處就是武王佛咒平華 就是宋元之間的平華 所謂平華就是演義、講故事 講故事 講故事 講歷史故事 這樣 所以剛才這位同學說得很好 就是說這個資料的考證很有意思 即是越近雙朝 即是越是當代記載 雙奏的時候 沒有這麼芳人無道 越是後來 即是越再寫到 真的這樣的暴君 要人人得而諸之 這樣 這些後來的人 來看回古代歷史用了什麼眼光? 我覺得是一些較負面的眼光 用了些負面眼光 為何要用負面眼光? 一方面對這些暴君負面眼光 另一方面又對周文王、周武王 他們興兵佛咒是仁義之師 又怎樣? 就不是負面 正面 一個正一個反就越拉越遠了 所以歷史的功能 除了用來記載當時發生什麼事之外 歷史還有什麼作用呢? 尤其是後來的人 歷史就想為我們後世的人 做一個反面的教材 做一個反面教材 有些是反面教材 有些是正面教材 其實是否一個道德的教材? 後來的人是否寫了一個道德的判斷? 所以你不要這樣了 你這樣就是天下人民就會討伐你了 你就一個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了 相反來說 你興仁義之師 尤其是直歐有另一個比喻 除了說軟者上吊之外 那些歐都是倒刺的 一釣到一條魚 歐歐了一條魚 那條魚會怎樣? 痛的 很痛的 所以其實軟者上吊的意思是 姜太公是否有心想釣一條魚 到有魚鑊 有蒸魚吃 他對這條魚有什麼的? 仁慈的心 仁慈 原來有一種仁心在那裡 你原來給我吃 我才吃你而已 我不是特別想令你這麼痛苦的 他這個比喻就是仁義之師 等於以前雙湯有一個歷史故事 人家說我現在有一個成語 是網開一面 歷史裏面還不止 雙湯是怎樣的? 網開三面 三面 他不想網殺所有的小鳥 網開三面 你的鳥這麼笨 你自願飛過來捉給我吃 那沒有法治 我才來捉你 歷史的真實性有多高 當然永遠有一個迷 但很明顯我們看得出 當中有一個道德的判斷 於是將那些好人很多些 將那些壞人又再壞多些 好壞越對立越分得越開 於是以好來做一個正面的教材 沒錯以好來滅那個壞的 就造成了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所以剛才的同學最初說得非常好 就是歷史的記載究竟有多真 這現在永遠有一個迷 但是這樣我們不讀歷史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是真 是不是永遠都不要看歷史 或者讀歷史沒有用 為什麼 我問你一個問題 科學求真的 你可不可以真的求到真真實實的真 科學可不可以真的找到 這個自然世界最終的真相 或者那個迷局給你打破 未必的 未必的 有時候找不到真相 是不是這樣你就放棄 不是 只要你更加嚴謹 考證多些 盡量希望多些的旁證 考證、引證 來找出接近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就是讀歷史的意義 好,多謝各位 歷史文化學堂 廣播劇製作洪建威 編導鄭熙輝 香港電台文教組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合辦